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 四种破财耳不能用 一 耳朵娇小 如果一个人的耳朵长得较小的话 这种人大多情感非常丰富和细腻 属于特别感性的类型 而且这种人大多缺乏主见 意志力非常薄弱 容易受到别人意见的影响和左右 自我意识不强 缺乏原则和坚持 而且心直口快 做事容易冲动 心性不定 喜欢率性而为 判断力比较差 花钱时缺少规划 不适合做生意 一生难有什么积蓄 二 博耳肉薄 如果一个人的耳朵长得薄霄无肉的话 这种人大多内心非常的敏感 对自己缺乏自信 而且心眼特别小 喜欢斤斤计较 经常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 而不能释怀 整天满脑子里操心着各种事情 精力比较差 赚钱的能力比较弱 一生只能听从别人的差事 而若是耳朵的轮廓长得非常好 但是耳朵较薄的话 这种人会赚钱但存不住 三 耳朵无垂 如果一个人的耳垂部位 长得又小又薄的话 这种人一般非常有想象力 为人处事方面也特别有人情味 属于那种性情中人的类型 不过这种人喜欢活在自己的幻想里 对于现实问题却不够关心和上心 做事缺乏规划 特别情绪化 金钱运比较差 花几钱来如流水 容易因为自己的浪费而变得贫穷 四 耳软无骨 所谓的软耳指的是用手捏上去 耳朵有种柔软无骨的感觉 这种耳相的人大多内心非常消极 胆量非常小 而且缺乏自己的主张 行动力非常差 一旦遇到困难 就会表现得六神无主 优柔寡断 缺乏判断力和决断力 并且这种人耳根子也比较软 做事不懂得把握细节 女人有此耳相容易遭到别人的哄骗 男人有此耳相性格软弱 容易欺管炎 二 十种耳朵最招财 一 耳朵较大 相书中有云耳门宽广聪明豁达 如果一个人的耳朵长得比较大 耳门宽阔的话 这种人大多头脑非常聪明 而且心胸开阔 很有主见和想法 有着很强的好奇心和上进心 精力非常充沛 做事稳重而谨慎 头脑非常冷静和理智 做事踏实 不喜欢抱怨 为人特别有志谋 一生运势顺畅 定能有所成就 二 厚耳肉厚 耳朵厚大有肉 在相学中是健康和长寿的象征 若是耳厚有肉 再加上内阔形状降好 整个耳形看上去结实有力的话 这种人一般为人处事方面 很有气度和胆破 头脑也非常灵活 应变能力非常强 做事懂得把握尺度 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 能够经营起丰厚的人脉关系 事业上往往能有所作为 不仅能挣钱 而且还守得住财 三 耳垂肥厚 耳垂在相学中代表着福气和金钱运 如果一个人的耳垂长得肥厚有肉的话 这种人一般气很充足 身体素质比较好 做起事来也特别积极 精力非常旺盛 而且这种人性格温和 待人宽厚 富有包容之心 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人际关系非常好 身边朋友较多 遇到困难时常有贵人相助 事业往往能够做大做强 财富越积越多 四 耳朵长 如果一个人的耳形长得较长的话 这属于一种长寿之相 这种人一般头脑非常聪明 反应非常快 而且特别勤快 做起事来非常小心和谨慎 不过个性太过保守 属于那种安分守己的类型 缺乏大的理想和追求 有时间还喜欢患得患失 一生运势平坦 人生也是平淡无奇 不过也可以享受到那种平凡的快乐 晚年可享儿孙之福 五 耳朵外邪 所谓的邪儿指的是耳朵向后倾斜 贴着头 在相学中也称天脑耳 俗话常讲 双耳天脑富贵到老 长有这种耳相的人一般聪明 智力较高 处事非常理智和冷静 很有规划 遇事不慌乱 考虑问题也非常细致和周全 而且心性坚毅 即使遇到困难 也会勇敢冷静地面对 从来不会莽撞行事 往往事业方面成就突出 但是这种人特别喜欢批评人 也爱打听别人的隐私 人际关系不是很好 六 耳朔突出 耳朵外层称为耳轮 内层称为耳朔 如果一个人的耳朔较为高突的话 这种人一般性格比较外向 做事积极 属于典型的实干家 而且头脑灵活 做事麻利 做事特别勤快和主动 个人能力非常强 办事效率也特别高 一旦决定做某事 就会心无杂念地投入进去 在事业上能够一番作为 不过这种人太过细致 做事容易分不清轻重缓急 而且特别自以为是容易得罪人 七 耳阔分明 一个人的耳朵轮廓分明 代表此人聪明且悟性高 什么叫做轮廓分明呢 也就是正面一眼看过去分明 容易辨识 没有出现无耳轮或者是无耳阔的情况 这种耳相通常学习能力比较强 有潜力 无论做什么都容易取得成功 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能够用心去做到尽善尽美 平时在完成事情的过程中 即使遇到困难 也能够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 去解决掉问题 物性高 够机智 八 耳朵贴脑 一个人的双耳在生长之时 若贴近耳后的皮肉来生长发育 正面不易看到耳朵的轮廓 不会两耳外张 正面视之清晰可见 这一类型的人 往往都能够有着经营 以及理财的能力 擅长投资理财 以此来获得衣食丰厚的生活 自身的贵人运也十分旺盛 能够得到贵人和朋友间的帮助 再加上自己的努力进取 必定能够发达 成为大富之人 九 耳洞大 在耳相里 耳门是耳洞 及其周旁位置 一个人的耳洞大 并且够深 这说明了此人的智力发达 是一个有潜力的人 耳洞宽大并且深厚 这种耳相的人 才智高 灵感多且丰富 深受大家欢迎喜欢 这一类型的人 要好好利用自己的优势 长处加以发挥 就能够取得理想的成绩 而且这一类人的眼光够长远 志向大 一般都能够从事有发展潜力的行业 运用自身的聪明才能 能够有所建树 但这类型的人 因自身能力过强 高调形式风格 极易招惹小人 牵扯到是非问题 给工作带来麻烦 对于这样的情况 不妨佩戴一个陶运阁 灵规刺锐吊坠 来剧除是非和小人 增强人际和谐 以及带动事业的顺利发展 10.耳鼻脸白 如果一个人的耳朵颜色 是属于比面部还要白的 这样象征了一个人 首能握权威 耳白过面 这类型的人 大多都能够在 自己从事的领域 树立有一定的威信 成为众人的领袖 尤其是从事学术研究 技术科研这几方面 更容易成为 业界的能力权威 这一类型的人 只要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 便能更容易攀升 所从事领域的顶峰 我们的耳朵 是主导财富的重要官格 一定要仔细看看 自己的耳朵 到底有哪些特点 在生活中 才能清楚地 应对自己的运势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